和一个不合拍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他能歌善舞 上台表演是家常便饭 我五音不全 浑身不带半点迷书细胞 他性格开朗 刘诗总的结交新的忙 那一起吧 好好啊 我天生面瘫 对游戏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喜欢浪漫 会在别人的婚礼上感动到 太感人了 其实我也想 我想说点什么 你也什么 没什么 却说不出口 就连参加他的朋友聚会 也显得格格不入 喂 不是说了 今天的主题是角色扮演吗 那我就扮演一个 刚下班的人吧 一转眼过了五年 你说 我是不是变老了呀 哪儿有 你看 脸都垮了 那你试试这个蓝口精春面霜 听说可以让皮肤饱满简致 还磁带高高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个 早就看过你的购物车了 看着他覆面霜的模样 突然想起来很多结婚前的事情 有这么好玩吗 有空交掉我呗 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 我们就去玩吧 真的 真没想到你会陪我来这里 谁让你喜欢的 我不会说情话 但我是真的喜欢你 如果你问我 两个人之间 到底怎样才算合适 我想大概时 遇到他之后 你会逼自己离开舒适圈 去感受另一个时间 而不会抢救对方 变成和你一样的人 好看吗 好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